大家好 又回到《醉言》的時間 今天對著鏡頭的觀眾 不要以為我們兩台聯合廣播 不是 東哥用私人生產 上來接受我們訪問 《醉醉肉言》是《醉言》的意思 當時次官說的是 《醉天下國家所言》 基本上無禁地說 什麼爆粗也無所謂 我們這些不是《言》 《言》是有一個很詩意的 有一個水平 爆粗也不表示沒有水平 根據現代香港人的赤道 你爆一點點粗 例如《people are fucking》 就糟糕了 香港人有一個語言潔癖 玻璃心關人鬼事 又說了 切入點 你覺得那句是幾句 算不算創意 如果創意來說 我呢 當時看現場 看Live 我聽完之後 很厲害 又挺有趣的 看你創意很難去刑斷 但是我起碼 我作為觀眾 我看尤後任議員 我覺得又過癮 撕毀 吸精 我都覺得脆的 脆脆的 所以今晚的主題 就是東哥在這裏 相對是老航專 故意訪問 上一次次官說過 香港創意產業 真的面臨了嚴冬 次官說的是他老本行 編劇 演藝界 電影界 東哥 從另一個角度來分享一下 由議員一個 Hello case 可能我吸精 但結果是爆天下大亂 你怎麼理解創意產業 如果要我講創意產業 我一定是從老本行 即是次官那些 前輩 其實我小時候 高人 就不是聽過他的名字這麼簡單 小時候我真的拿著次官那本 小寶神功 小寶神功 因為我覺得 你參透 加上我那時候真的小學 不是說笑 我真的讀小學 那時候我的叔叔 有一本這樣的東西 奇書 畫很漂亮 我覺得中間的插畫 他應該是趨勻 不知是安定 他找人插畫師 很厲害 那就厲害了 我看了一本 所以我小時候 就已經 又認識次官 再加上 其實次官的老本行是編劇 小弟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看我平時 做東平洲 或者做RGHK 或者以前做人網時代 說什麼都可以不要緊 沒有限制 我實在不會說 不用說什麼都可以說 我們不怕人放假裝 就算以前在蕭先生那裡 那位蕭先生 大蕭先生 我們叫做蕭先生 就算在那個台的時候 大家認識我 可能都是說一些 例如政治 或者 硬正一點的 或者 要不就非常悔人悔道 星期五沒有什麼 比較豐月的節目 沒有什麼底線的 但其實很多網友都未必知道 其實我正職 我是有正職 我到現在的正職 我做了十幾年 我都是做廣告 我是一個廣告人 真的是創意人 我是一個創作總監 真的是創意人 真的說創意的 不開玩笑 所以今天可以大家談談 唱所欲言 或者這件事 簡單一點 其實跟很多行業一樣 都是青黃不摺 青黃不摺 都是青黃不摺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的 本地的香港廣告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水準 或者創意水平 比起我們入行的時代 已經低落了很多 你想想以前有鐵達士 因為以前有些電影感 在電影地久 甚至小弟差不多 七九八年入行 那時候 直到二零零幾年 還有在薩士尾開始 都有一些製作很宏大 也很有創意 很用心 很過癮 起碼都還會 例如我入行的時候 我擁有加士伯 當時做加士伯的廣告 我幫公司審議回來 當時還有很大的預算 可以去洛杉磯 去洛杉磯 去洛杉磯 外景 那時候 蕭公子有沒有看過 有一段影片 是說那些人 對著啤酒瓶在唱 國歌 Lilis Char 剛剛就是世界杯那一陣子 順道 演潮得到的 那時候 我記得我寫了一句 說 想喝加士伯 喝之前飛過靚法 以前還可以容許 去洛杉磯 甚至是新地廣告 很自由給你創作 當時整個市場 即是不想打 很多東西 新地電訊 手機 到今時今日 大家看到電視廣告 全部是悶彈到 GPL 賣洗潔晶 洗洗洗洗 很乾淨 很開心 賣醬油 一加大小 跟預算有沒有關係 其實幾個方面 預算都是一個問題 永遠 一份錢就有分貨 一份錢就有分貨 有錢就有力 但其實都跟創意的水平 是介人的創意水平 其中有關係 但另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位 就是客戶和觀眾的水平 跟收信息那邊 沒錯 因為自從香港經濟不好之後 98年金融風暴 03年有沙士之後 近來美國的 消費力的問題 品味的問題 有很大分別 其實是份工的問題 沒有心情有品味 是保住份工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如果經濟不好 大家有樓爐 甚麼是騰樓 份工就是一切 沒有變得 香港的創作人 或是廣告創作人 看到越來越沒有吉士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要保住份工 創作人自己的份工 創作人自己的份工 以及觀眾份工 以及整間廣告公司的生意 再加上客戶 如果你做一些比較經濟的客戶 或是比較大的客戶 他負責看你的創意 或是批評你 或是批評你創意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做份工的 不是老闆 所謂的老闆 他也是仇身的 分區經歷 即使是CEO也是仇身的 即使是CEO也是仇身的 大家就是為了保住份工 最重要的是 穩穩陣陣 但創意又不敢錯 基本上已經自相矛盾 創意就是不怕錯 創意就是走一條 人家未做過的路 人家未做過的路 我記得印象猶新 我年紀比較大 記得當時有一宗廣告的字眼 出錯了一條字 被人逢了狗彩 於是在那裏改 英文原本是沒有東西的 原本是想做就去做 然後被人逢了狗彩 錯了很厲害 但是 attention在這裏 改成怎樣 就是應做就去做 當然中文可能是玻璃心很敏感 但英文也沒有分別 這是經典例子 很經典的 一粒字 如果年紀比較大 我也看過 年紀也不小 經驗夠而已 我們年輕人也看過的 那個叫總督 應該是Wiseway還是Minton 我忘了是一個 煙仔廣告 那時候想做就去做 他們是吸毒的 他們都想去做 亂殺大龍 世界亂殺大龍 打劫就想做就去做 去搞強姦就想做就去做 當時的普保守輿論 當時的社會更多 80年左右 80年左右 真的有很多日子 那時候都夠膽試 可以說是第一代的關公災難 關公災難變成關公收獲 哇 改得很快 後來各位就變成鷹做就去做 但是整件事 如果我作為創意人 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感覺完全不同了 沒有吉時 我們做創意很重要 一件事 我們叫吉時 這個勇氣是很重要 你夠膽去試 因為這叫創意 你是做別人沒做過 沒錯 但現實世界上 要找成功方程式出來 他不是 我們要找reference 找參考 即是怎樣呢 即是有人做過 即是創意 例如我們通常去presentation 或者是present storyboard 即是選美 第一件事就說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然後現在現實世界 客人就會第一件事問你 有沒有reference 有沒有人做過 reference是什麼 就是外國做過類似的角度 你讓他參考 大約這個reference 我們拍攝出來的感覺 就像美國這條片一樣 那個女模特兒 帶有一個感覺 就像日本這條片一樣 所謂創意 就是你沒有做過 你找什麼reference 所以後期 即是近五六年 很多廣告公司 尤其是大跨國那些 他們裏面的創意人 第一件事 他們想創意 例如收了個brief 他們要做一個查的廣告才算 第一件事不是去讀策 不是讀策 是去搜書 以及上YouTube找 即是讀書很乖 希望可以在參考資料裏面 找到 大約賣茶 日本 哥斯達尼加賣茶這個廣告 香港人未見過這個 我們就找這個做參考 接著我們就陷入那些資料 這件事這樣做 我從小到現在 我是很生氣的 很抗拒 甚至 離譜到 一個匯豐銀行的廣告 某年 我想多久 五六年前 一個匯豐銀行的廣告 竟然被人揭出 是抄了一個羅威地鐵的廣告 浪費 就是拍攝手法 剪法 都是很像的 導演的剪刀也是 現在說的是匯豐銀行 是一間跨國的 我不開玩的 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百多人的大公司 你也是搞成這樣 那個創意總監我當然認識 安全一點 大家就說 先保住工作 不要出錯 那麼不要出錯又如何是創意 創意就是做些人未做過的事 以前這些老航專講 他都會揭書 不過 事後揭 我想到一個好竅 我會不會抄到人 拍法可以 撞到人 所謂參考的意思 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有人做過 我覺得風險低去抄 兩件事 我們行頭叫做tweets 即是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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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我們可能會想到一個想法 即是一個故事 可能是很原創的 例如我當時的過程 例如我當時的過程 例如我當時想到家事伯的廣告 我是想到 哇 我們那瓶啤酒好到是 很愛戴他 愛戴他 要唱國歌 我們當時的創意是這樣的 但是 到你變成 因為我講過片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手法去執行這件事 我們叫做execution 那些就可以去找 我們去找 這大約的感覺 但實際 你去到拍攝的時候 或是去跟導演談 或是導演去拍攝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另外的 input 令到他出來的東西是原創的 對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整條抄 不如整條來 保住功是一回事 其實說真的 航頭的功是否真的少了 現在基本上是寒冬 繼續寒冬 現在為什麼會導致寒冬 第一 其實經過幾波 第一波當然就是 整個經濟環境的collapse 2003開始 collapse 再加上Execution 2008年 連環 一直在幾重打擊 大家的整體經濟都差了 第一 第二就是 新媒體的介入 這是另一個新因素 新媒體的介入 例如YouTube 手機 所有的介入 Facebook Instagram 所以 導致很多 預算 擺在其他東西 做其他東西 這個 也沒有後悔 另外 第三個月 也是 China的因素 China也有影響 有一段時間 大約是2004、2005開始 一直到1 1、1、2 很多跨國的客戶 即是大的client 他們將預算的re-locate 例如以前的 放在香港 是 阿時永恆才算 一年紀 我記得這些 記不記得那時候 新春廣告套餐 其中有一個 他自己的賣點 就是 我覆蓋珠江三角洲 多少天 那時候還以香港為主 然後覆蓋珠江三角洲 即是分配的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向他抽乾了 情況是怎樣的 什麼後來 行內人才知道 隨著China 隨著China 我是同學後音 強起來 他一直改革開放 小公子 一路改革開放 很多電視台的自由度 也相對開放 也有很多新媒體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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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本地的創作 也有很多 消費力也有很多 消費力也有很多 所以整個市場 消費力就 隨著 上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變成香港相對之下 也有開放給外面的品牌 打入China市場 所以當時很多 例如P&G 例如很多 這麼大的群組 公司 將預算 放在北京上海 甚至 很多跨國廣告公司 都已經插旗 在北上廣 北上廣 都插旗 那些東西可以擲上去做 擲上去做 我記得印象中 那個分水嶺 就開始人覺得 那時候還叫做 覆蓋諸中三角洲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 製作內容 主題 用詞 越來越 向北看 怕觀眾聽不明白 很明顯的觀眾 已經不是香港的觀眾 那麼簡單 那時候已經在扯動 還未到北上廣 十幾年前 如果是20年前 差不多 在亞視永恆 倒閉那晚 我們在西九龍中心 就有一個 當時IBHK的直播 當時是一個直播節目 我都說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無論什麼行業 你跟China做生意 你不一定要跟他做 不一定要遷就他 你遷就他 就他變得沒有特色 我為什麼要找他 你跟國內一樣 內地一樣 他找得你 就是因為你不是他 不是China 你不是他 你是來勞 你是派外 崇洋未愛 知人一定是崇洋未愛 你有沒有發覺我每一句 我不講中國人 我證明我不是一個大中華人 不是大中華人 那時候有一個分水嶺 有很多人來香港賣廣告 甚至有些不是香港的產品 內地的產品 出口轉來銷 故意來香港賣廣告 表示自己是國際品牌 收入國際形象 在國内的同胞認識他的國際形象 我記得專門講對講 那個去 Cancer 是 有一段這樣的時間 很重要 triangle 真的就是從我日行 我們真是他的兄 söhooting 第一 小 rais 然後我們看見 你是在削弱自己的實力 久而久之你就變成暗春了 反正你也是在做他那班人做的 同時他在吸收你的東西 同時他也在吸收你的技術 那時候真的請到導演上去 到現在我很多朋友 他是導演 他們都在國內才找到吃 回來香港沒有 香港沒有人找他們 但是大陸有好生意 亦有很多香港的廣告人 在九十年代中美 他們帶了國內的徒弟 他們去坐管 他們去拿旗 例如很多創業總監 他們在上面建立整個 有鐵石仔 之後培育了很多本地 大陸本身的 上海港人才 慢慢他們會成長 正常 到今時 有師傅跟 在2016年 他們已經是五十開門 你明白嗎 他們已經獨當一面 結果是怎樣呢 大陸人獨當一面之後 香港人會說 拜拜 拜拜 你全部下來 十個 有七個下來 有徒弟就沒有師傅 正常 完全是把產業自己立起來 例如製作 你不用再找香港導演 我懂了 我用兩成價錢 幫你搞定 所有錄音 不用再在香港做 因為我在大陸可以一程搞定 一段時期是這樣的 搶到香港沒有做 反過來 亦有些大的品牌 Haven said that 有些大的品牌 都會用香港的導演 用香港的製作人 為什麼 就是 香港的製作人 創作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堅持著自己那套東西 以及那把尺 要不然你什麼都不是 放諸政治也可以 放諸做生意也可以 好像現在的官 很講個性的事情 香港人自今墮落 你是要去跪地獻豬那 你做了奴才 你是不能做主人的大陸 剪掉了 你已經去一輩子 你做了太監 都已經 以城春水勢去 你不能回頭 大勢去 所以 今時今日 你和大陸人做生意 你反而反過來 雖然我不反對大家 雖然我是一個幾本土的人 但是我不是一個完全 不是大陸人做生意 不是落札、放狗、封艇 但交流就變成香港很不著述 有一個斷層在那裡 青黃不接就是剛才你說的 所以 青黃不接四個字是易講 怎樣來就難說 來龍去脈 清楚了 兩代根本是分隔了 為何又分隔了 因為大港公司不思進取 他不是去做好自己的質素 去減價 因為價錢是重要的 沒有辦法 他會出糧 他唯有把大人 即是把貴的 省成本 即是把這些 外判 先外判 或者升個年輕一點 我們省成本 升個年輕一點 可能他可以 就變成全香港的跨國公司 很多 所謂現在的總監 其實是無料到年輕人 不夠料 見客都未認識 即是 數條線都寫到 中文都未認識 中文都未認識 寫到一九九 即是怎樣 所以 所謂青皇不召 就是我們還有一群人 就出來自己教 即是像我那些 即是 個個都不甘心 打什麼 打工又受氣 林老 我自己走出來 老實 每一個年輕人 都會經過那些歲月 即是不行 我要闖一番事業 那些 做人要有火 一定要講到世界 我要闖一番事業 最後結果如何 如果理言做人沒有夢想 跟下廟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句 我就十年前 阿左人聽到聲音 一早感受到 走出來自己 我那一輩子 跟我差不多 但那條路容易不容易走 很難走 獨立體狀 非常之 艱苦 艱苦得理 但是 又不是完全沒有路走 很有趣的 這個過程 後來我就自己出來 開自己公司 我自己公司都做了 九年 差不多十年 但是公司那時候營運 是接人外判的工作 還是可以直接找到客戶 直接找到客戶 為什麼呢 當年 事後是2007 我們那時候開的 另一個金融風暴之後 叫做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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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廣告 來來去服務客戶 都是那七八個人 就是 你的組員 都是那七八個人 其實 你那間公司有那麼多人 那做什麼 所以 那為什麼 七八個人的一個組員 不能是一間公司 這樣做 是不是都是那些人做的 我只不過 這個範圍小一點 是可以做的 還有科技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很重要 當然 剛剛那時候新技術出現了 你那些器材那麼笨重 效果也好 很多東西都不用再表揭 不用再表揭 一個PowerPoint 你搞定 什麼都塞下去 砌稿的科技又快了 那些都是後話 但問題是 整個架構 可以其實 一個客戶 就算的預算有多大 你來來去服侍他 你也是十八個人 為什麼那十個百個人 不是一個Operation 當時其實是OK的 是相當之OK的 可能小弟 我剛剛行一組 前幾年都相當之OK 結果我啟發了 很多人入行 因為我啟發 跟我同輩的人 每個人都出來做 然後慘了 然後就死了 四龍 四龍 五虎 五虎 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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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一公司 五個人又說開公司 全部都說自己是跨國公司出來的 你明白嗎 事實上也是 然後就競爭很激烈 對 反正當時的經濟又落 對 因為商機就是經濟落 但經濟落 未必幫助 大行 不用再找大行 很簡單 這些大型的公司 比你同一件的貨 比你平4% 5% 一半 一半 當然是找你 也有些公司 除了一些門當戶隊的公司 即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肯定要找那些 他肯定要找那些 就是這些 你不可以小時候拔到市場 不要說 但有些本地的 就算是華資的大行 例如舉例 大家樂 例如舉例 萬嶺 甚至馬會都是我的客 原來他們可以找一些有質素的小公司去做 當時有質素的小公司 就很多 變成大公司 不用一定找4A 他們可以找一些 在4A出來 開這些 我們有一個名字 叫做 Boutique Agency 精品 對 精品廣告公司 好像精品店 我真的成天人去做 專門做這件事 甚至7Eleven 以前7Eleven 都是我的客 公司最多的都是10個人 但最重要是創作的 是有效的 做出來的那件貨 例如電視廣告 他一樣是跟Voice出來的 有效的 Print Ad 巴士裏面的創意 文案設計 全部都是Voice 大公司的standard 其中一件事 人們經常說有前沒有後 後台製作 印刷 執行那些 行頭裏面的分工 是否依然可以做到 你依然可以協調到這些 所以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開的 即是有樓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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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歸創業 但始終行頭裏面的專業 整個文樓 整個文樓 有經驗 例如我們當時做到 是因為我自己做過小行 又做過大行 變成兩邊的供應員 我也有 例如你客人給預算 大 我有大 我又找一些大導演 我又有 最一線的導演 全部都是好朋友 最流到 隨便 沒有啊 有聲有話 我又有 找一些年輕人給我殺了他 所以 變成那個 Flexibility 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有專業的能力 找到不同的人去做 你的網絡 網絡 網絡和你執行 但也要說回想法 行頭 創意 如果你的創意 本身是可以的 或者你打下去 我們叫做 真是 on target 或者條條本身 是真的 那條條條都會賣 基本上 你怎樣去執行 那條條條條都會賣 這件事是我們 生態變成這樣 之後 你覺得對人才的入行 培訓 沒有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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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我不敢說 適合或錯 只要是一百年多的老人家 以前大行 相對來說 他都要有所謂架構 你可以循序漸進去成長 他有所謂 學徒的制度 學習的機會是有的 有空間的 反過來 現在生態開放了 自由了 競爭 任由你怎樣 有本事 跑出來 但同樣就好像 壓縮空間 壓縮得很厲害 令到小孩 沒有辦法 一步跳到你那個位置 中間的跨欄很辛苦 很簡單 他們的師傅都不行 那說什麼 師傅都半桶水 那你的徒弟 剛入行的年輕人 就學到什麼 第二 現在的年輕一代 九十後入行 八十後入行 那些 大佬 自我 他都不受教 他懂 他覺得自己懂 他覺得自己懂 他覺得你老屁股 他覺得你流 他覺得你什麼都不行 我都年輕過 我以前對著我師傅 一樣是這樣想 但現在那些人 他覺得我自己掌握了互聯網 我怎樣砌到這部機器 現在一個人 好像有台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不反應 我不是有些人 不是 很多都很厲害 九十後 八十後 美一後 很多 骨格精奇 他們獨當一面 很有創意 或者他們的技術 可能很厲害 一個人 我就可以拍完 剪完 所有的東西 由 storyboard 到剪到拍 到 演示 我一個人就可以做得好 我比你更漂亮 Movie software 你怎樣剪都可以 我用你聽你的腦屁股 在那裡 在那裡 還說要製造燈光 又說要搞燈光 我一個搞定 剪好 就像我們營業員一樣 叫他拍影片 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好 還有 為什麼 賦予到 他們覺得自己這樣是厲害 就是互聯網的性行 就是YouTube的性行 有眼球就行了 對 有眼球 我擺了 我美女 我自拍 我拍些什麼差事 坐在那裡吃碗麵 到不及讚 他們覺得這樣是成就 但是 我們受正統訓練 你吸到讚 但是讚 讚 讚不是一切 多少讚 你怎樣去購買力 怎樣翻譯 怎樣翻譯到錢 其實90後是不懂的 我可以很有信心 有很多90後的年輕人 你吸到眼球 你的東西很有灼頭 或者你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好像很棒 但是你賺不到錢 所以100毛好東西 100毛 但是100毛都不年輕 其實 老闆都是大台出身 對 始終都是一個主流傳媒的霸權 認識那一套 所以 你去到這樣的情形下 那些年輕人更加沒有學徒制 好像我入行 我也有師父 我師父是鍊海堂 是吳姑娘的老公 我當時在小公司認識他 他剛好也是自己出來教 當時另一個拍檔 他剛開始自己的行業 好機緣巧合 他剛開始 我又剛大學畢業 好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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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二十年前 就說他做事不行 但我不是我跟了他兩年 我覺得他教了我很多很實正 很傳統很根基的東西 因為他不教識我 他要做 你明白嗎 師父教徒弟 其中一件事 就是浸茶底水 你快點教識他 但那些務實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那隻貓 嗨貓 你找我嗎 喵喵 不好意思 各位 我們貓主持有一點意見 想聽聽 喵喵 不好意思 我曾經有一個貓爐 曾經 更加貓爐到爆 因為他很實務的事情 其實很重要 那些叫做機工 對 基本工 你沒有了一個基本工 這些東西不實正 就可以吹 像你所說 有眼球 有注意力 但如何轉變成為一個打拉山 所以我們看到 今時今日 在這一行 我們的商機 或者我們這一輩人 其實我四十多 我這一輩人 最大的商機 在這一行 我們覺得自己最大的 可以不算是商機 有一個契機去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只有我們這一輩人 能夠把那些古老的經驗 把那些古老紮實的東西 扣進去 而如何利用現在最年輕的人 他們澎湃的創意 最正的行動 將它扣在一起 他們變不了錢 我們幫他們變錢 我們都有錢袋 有錢齊齊賺 這個世界 沒有所謂 我有這句 有錢大家賺 有女兒大家賺 互不排擠 你後面的一部分 不做 無論如何 其實我們最要做的 不是契機或相機 其實應該說 我們這一輩人 對行業的責任 最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件事 如何可以把那些事情 因為我不會少看那些年輕人 我不會少看那些年輕人 他們的能力 我完全不會看得到他們 你創意的後浪推前是正常的 很簡單 你將他們越年輕越有爆炸性 創意的正常 香港一代的創意 其實是又在 兼且是非理 很簡單 你佔領行金鐘 最好的創意不是在那裡 就是金鐘 是金鐘 畫就在旺角街頭 他們的小擺設也好 藝術品也好 自修室也好 自修室也好 其實香港的 尤其是年輕一輩 都是臥虎藏龍 很強 他們有很紮實的視野 能力也有 但是他們的性格還沒有改善 人生經驗還沒有改善 如果我們能夠 可以將他們這些東西 發掘出來 例如將他們 叫做 加工 這就是大問題 生產肯定就變了 零碎化而已 大家自己互相協調 獨立 我本來說是獨立 至少是獨立 程度高了 靈活性大了 不是跟什麼 沒有大台 拆大台 沒有大行 在這樣的情況 生態肯定是在這個方向變 你還在幫忙做 賭互相支援的事情 可以賺錢 再往前走 這些年輕人 有沒有辦法 去引錢的技術 我經常跟那些年輕人 我印不到錢 我跟很多年輕人 一輩子 未必是做廣告的 可能是做創意或是做藝術的朋友 一樣 你能夠學到一種 你懂得古老的堅持 即是一些基本價值 堅持 勤力 準時 責任感 責任感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還有珍惜 珍惜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年輕一輩 很不珍惜 因為他們長大的環境 遮來 呼之側來 揮之側去 但一秒鐘之間搞定的事情 你哪會珍惜 什麼都不用求人 打開手就來 但我不同我們這一代 要自己打回來 所以有些東西在手裡 要珍惜 如果年輕人能夠做到上述 即是那些古老的價值 你會學得到 但這是歷練 是人生 沒有PK過的 沒有認識過這些 就算PK也不學 這樣就誇張了 這些基本價值 雖然很老套 但那些東西 只要你和別人不同 和你同輩的不同 你就彈 你就上去 你有一些 你同輩沒有的東西 例如古老的東西 例如砌機 或者拍攝 剪片 但要認真 但你準時 你有責任 你找到 不會說肚子痛 又說不上班 又說交不到影片 又說腰痛 又說射球 其實在Facebook 看到你去海洋公園 你不是這樣 你準時 有責任感 你贏了 殺了三次 其實是真的 暫在 在商延商 大家知道有什麼是值得的 的而且 你找一個人幫你做事 十行查出街 你也不能十問九不認 不論答案多齊 至少可以繼續聊天 你總會找到路 找到答案出來 還有很多 未學走 才學飛 未學走才學飛 有些東西 總的 無論你天生義品 也好 你的才華有多高 也好 你都要打石仔 要從基本 基本功也沒有 就像你學彈琴 你一定要彈scale 你學結他很悶 你都要彈 學畫畫 最基本的素描 你是一定的 就像我這樣寫文 寫廣告詞 你不要一來 就覺得自己會寫一個電視廣告 你是寫十張餐桌子 然後 十張也不止 以前古老十八代的學徒 那個環境 真的能做到這件事 入行每個人都有一件事 script write 寫 不要說整份稿內寫一塊 可能分一段 但那些是很紮實的 正正就是 東哥沒有講錯這件事 現在是碎片化 不肯紮實 各自獨立 他不需要做一些很紮實的事 他覺得不需要 他心想 我自己拍一段影片 幫你的品牌拍一段影片 我自己都有KOL 我自己也有幾萬讚 我不用聽你講 後面還有沒有人發表的效果 但發表的人寫一條稿 即是妙 有些事情 為何要我寫這些事情 神經病 我都懂 浪費時間 但是 永遠都是一樣的 我這些老人家說話 蕭公知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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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所有的基本功 在終日 都會幫到 令你本身有的東西 更加厲害 不過他們很有趣 他們知道 但他們不做 他們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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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不在意 他們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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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社會 真是很現實的一件事 就是 你答應了 某個預算 某個時間 某個質素 交到貨 其實後面是一群人等著 不要以為自己那件事 就自己玩了就算 就是無敵 不要以為自己那件事 你做了這行 你就明白 所以有些很紮實的事 為何做到大可明 阿東肯定會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廣告不能夠即時出門 的話 所有口的東西都會死掉 而且不加產 你不能夠準時價 你怎麼上價 對 你買了 例如 我們買了Media 買了TVB 1200萬預算 是 8月5日 要有 12點前 你無法交到肚腸 你跟TVB說 你自己打去跟TVB收帶的人說 你遲兩天吧 我肚子痛 我病了 我病了 我的貓不舒服 帶他去看醫生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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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給別人 拜拜 沒有了 因為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單位 在運作中 你都要協調 沒錯 一個人做不成一台電影 你夠膽死說 你做某一個角色 我不要說是跑龍套 或者你是主角才算 你一遲到的話 你就會全世界塞車 一定的 以前的模特兒 是不會遲到的 他遲到 你死的話就炒吧 拜拜 還要唱衰 你沒有下次成行 現在的男模 說得你死吧 對不起 我病了 肚痛 驚痛 媽媽痛 責任感問題 而且 珍惜 我應該說到珍惜 珍惜機會 有時候 他們年輕的時候 會覺得 我大把機會 大把歲月 大把青春 以前有時候就想起你了 以前就想起你了 因為我們做得多年人 很多時候只有一次 我經常講阿熊小夕的例子 阿熊小夕是一個電視節目 創業電視節目裡面說的一件事 他那時候還不是現在那麼厲害 剛剛拿聲 剛剛拿聲 他在三、四、五、四年前 他就說了一句話 我很入心 他說 我們店舖這麼小 即是阿哥的老闆 他說 我們店舖這麼小 座位這麼少 他進來吃東西 他只有一次機會 我只有一次機會 給他吃東西 如果我那一碟不紅 他就拜拜 我就沒有了這個 其實有很多時候 做人做事 機會真的不是經常有 很多時候人們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意思是什麼 我當我是一個模特兒 這樣才算 我來到 抱歉 抱歉 原來遲了一個半小時 抱歉 不要緊 快點化妝 快點做事 我們成人世界是這樣的 快點化妝 快點做事 遲一個半小時 沒所謂 我們追趕時間 沒問題 他以為沒事 他以為沒事 這隻貓好像很不滿 好像很不滿 製作有一點意見 然後就拍 他說沒事 他便拍一次 л.. яться 坐著 然後灑照 我還要打 shown 步驟 省大牌 他走的時候 斟生 再見 ... 下次再合作 背後 有人將雕填大花 還要不斷宣揚 也不斷地雕填大花 personal 以為無線回家繼續重溫溫泉 不是這樣 背後有很多 剛才蕭公子說得很對 整個社會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有很多大人組成 整台戲一句都簡單 台前幕後打燈 什麼人都有 很多人在背後在做事 或是對自己不利 或是會影響到自己 其實你是不會知道 你不會知道不等於那些東西不存在 這些套放在政治上也是對的 有人有政治就走不掉 而且一個社會是靠人形成的 你都不可能一人做了所有的事情 很多都是可以的 年輕人要扭一扭的概念 就像踢球一樣 一個人是踢不到的 這就不止是技術浸淫那麼簡單 第二個大問題 東哥就帶出了 一個年輕人的人際關係 和代人接不得 這個會不會是很重要的因素 創意好像跟人際關係是兩回事 但其實應該是拔不掉的 都要用回689的那個混蛋 就是重中之重 靠人成事 因為剛才提到人和人要合作 整個團隊的關係 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背後 整件事不是你自己一個 這個世界不是你自己一個 但重要問題是 現在這一代的人的溝通能力 相當低 人與人 不是人和電腦 也不怪他們 也不怪他們 每個人都是 Whatsapp大 第一 有很多是一個小孩在家裡 萬般呵護 中產化 十字不知楊春水 沒錯 你躲在房子打機 是沒有人介意的 你跟小明不打球 不要緊的 就算 就算出來 見到長官也不用打招呼 她是這樣的 我女兒是這樣的 又不能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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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樣 這樣長大的人 整個世代都是這樣 很普遍 不是每一個 但很普遍 我認識很多九十喉 很有趣 他們說不到自己要說 例如我以前做過網台節目 有些女嘉賓上來 她九十喉 但她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她完全可以一句話 是廣東話 不連貫 不連貫 一決 一決 我以為不說 我以為她被騙了 因為她吸了毒 正常情況 但是被騙了 例如 上次在波蘭 我旅遊去波蘭 看到很多波蘭司機 我笑一下 那句話 不是廣東話 波蘭司機 波蘭司機拍戲 去波蘭司機又有波蘭司機 表達不到 但這件事 又不是太悲觀 其實如果那個人肯去開啟自己 或者掌握這個溝通的技術 記住 年輕人不要以為 所有事情是在網上發生的 其實人和人是要溝通 你和不同年紀的人 你都要鍛鍊怎樣 和他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事 如果你有這個技術 你又會贏 你又跟背戲 會贏 現在那些根本不懂表達 人們想幫你 也不知道怎樣幫 例如我跟他討論一些事情 或者跟他討論一些事情 跟年輕人討論一些事情 是不同意你的觀點 即是他在說自己的事 他在說不到自己的觀點 他很急 他試過 他拿著電話 Whatsapp 你明白嗎 之後討論完 說了一大論 之後Whatsapp 其實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抓回去 你不說 你剛才不說 你剛才開會說這段 大家等著你聽 我就決了問題 我就明白這件事 很多都是這樣的 所以很難搞 即是隔著螢幕才能跟人溝通 大家看到 現在全香港都是這樣的 他拿不到平衡 他長大了 所以 對著經驗正常 你無可避免 天大海角 天國一方 沒有所謂 問題是 在開會的時候 所以 所以懂得溝通的年輕人 又贏 會打開自己 跟一些不同年紀的人 去交往的人 就是有樣子 其實 無論什麼時代 什麼年紀 其實都是一場比賽 你怎樣 跟同齡的人 有些不同 或者有些優勢 那你就 你對球 十個踢人八個 很簡單 拔到兩個下場 亦都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整個 年輕人 或者是廣告業 是一個業餘化 所有東西都很業餘化 你明白嗎 業餘化就煲到他很大 很簡單說 舉個例子 十年才算 很講真 取開政治的層面 不說 但是如果從電影 他真的是一部很業餘 到不再業餘的戲 你真的是業餘水瓶 除了主題之外 其他都很業餘 但是業餘他又獲得這麼多獎 那你變成那件事是怎樣 那價值是怎樣 那價值觀是怎樣 社會反映一些 重要什麼都不重要 我十年獲獎 我是感動到哭 大家知道 我不是說戲的本身 不是說戲的本身 我不是說戲的本身 是整件事 就是業餘化 但業餘化他又可以拿這麼多的東西 我不能拍一百毛廣告 一百毛拍的片都是業餘的 我們如果從廣告做了二十年的人看 有人會說戲 這些廣告片 怎樣見人 我們廣告片 每一格非想都是錢 每一格 我們都是精挑細的 每一個顏色 好像你所說的 以前的時代 要很珍惜 你的空間 接觸觀眾的機會 就像你所說的 一踢過不了 你就沒有第二次了 沒有踢到 現在的人做事 隨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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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不認真 我希望年輕人 不要接受一個很業餘化的 那個假象 很簡單 我再對比 他覺得這些成功的東西是假象 全部是假象 你以為多讚 你以為是甚麼 其實連客人都很笨 以為是有了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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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一百毛 那些的 有多少能夠翻譯到 銷售那裏 不是條條的 有些可以 但不是條條的 我們廣告的專頁 就是怎樣由創意 變成一個銷售 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現在 這個時代為何沒落 就是沒有了這個連結 沒有了這個很重要的條例 切開了 切開了 這個真是死 嚴格來說是沒有切開 不過從事創作人 感覺不到 那也要一些客人夠低能才可以 有些零碎化 當你那個機構 是這麼 禮異的時候 差距這麼大 每個人都像你所說 業餘的 隨時隨傳隨到 又可以隨時走 有像你所說 大家都不是很緊構 很嚴肅 很不嚴肅 你整件事 不是說難一點 就離地 就散 所以就說 你創作的人 可能不知銷售 想什麼 銷售又不知 供應想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 這些東西未必可以 隨著人年輕化 他們又溝通不了 哈哈 傳個Whatsapp 你知不知 現在很流行 跟客人Whatsapp 跟客人Whatsapp 是重中之重 我用了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適應這件事 是這樣的 還有 有時候 年輕又不是罪 又不是原罪 例如 很簡單說 我又說回電影 點五部 這部電影 是一部 我覺得這幾年 很精彩 很精彩 的港產片 拍得很認真 整件事比 哪一天我們會飛 是一部電影 是年輕人搞的 完全是年輕人編劇 但他拍出來 是超級認真 很專業 很專業 也達到電影的效果 很感到我哭 我很少在戲院 我從來沒有試過在戲院 感動到你 因為我不哭 真的沒有淚線 但那部電影感動到你 近年 因為香港搞成這樣 我也哭了幾次 近年有三個哭位 第一位是 看達明一派演唱會 香港倒塌 我哭了 對不起 那些淚 第二位是 看點五部 竟然真的是 嘯 少鵬隊 對 沙田少鵬隊 不是 我哭的位是 他的波動 佔領區 讓我想起 佔領那段歲月 想起香港人很無力 剛剛那時候 我看的也是選舉員 剛剛也是選舉員 由雙到兩前座 由雙到兩前座 無論如何 我想說的是 其實年輕人或年輕人 他們可以做到一些有水平的事情 在於 你肯不肯堅持 還是放棄了一些事情 現在放棄了 成為年輕一輩 已經進入了DNA 都放棄了 不認真 不要緊 不是這樣的 世界不是這樣的運作 成長的世界 和面對現實的世界差距 很大 有很大的洪溝 我覺得 最後一點是很重要 就是沒有勇氣 大家年輕人 好像沒有勇氣 去面對自己的未來 沒有勇氣 去面對自己的工作 我又不敢說 年輕人的問題 不是那個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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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社會的勇氣 他自小就已經被人調校到 不要去冒險 暗春 你又不能錯 你寧願一塊暗春 而不錯 無風無浪到公興那些 即是 即是無風無浪到星期六 那些都可以 我的勇氣不是勇武的勇氣 大家不要搞亂 但是承擔 你要堅持 認識那種勇氣 面對自己 面對挫敗 最重要是面對挫敗 那種勇氣 所以你堅持 你有勇氣去衝出馬路 為什麼沒有勇氣去面對失敗 再衝出 多一次出馬路 這是我對雨傘 現在沉澱了兩年 我想到一件事 整個雨傘運動 是年輕人大動 可以叫做 兩年了 大家都還是懷憂喪志 灰心喪志 覺得經常在網路上 有一個說法 我覺得很洩氣 就是 79天佔領都沒有用 還有什麼用 還有什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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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做些什麼 遇上一次失敗 但是不代表 你不能再走多出來一次 或者不代表走多出來一次 會沒有效果 不要一次錯敗 一次失敗 就會覺得世界完畢 例如選舉 有些熱血的事情 例如你選完了 只有鄭松泰進去 其他那些 教主又臨當 很多人開心 你一群歡心喪志 互相罵來罵去 搞私怨 我最討厭私怨 所以 面對錯敗 就是你下次成功必然的動力 吸收教訓 這個世界永遠逃不過因果 今次的失敗是一個果 為什麼不是下次成功的因 我知道說是很容易的 但是就是要你傳代 所以要自己走多一次 所以現在看到 為什麼雨傘之後 整個公民社會都散了 所有聚眾的活動都聚眾不到 包括這兩年的車行 甚至現在 面臨這麼嚴重的 破壞香港司法制度 行之170年的 制度的淺淡 你們竟然都 好像很無力 更加無靈 是不可以的 這樣就要反抗 現在擺明就是這樣 人們微慢主宗 主意失敗 就說沒有用 上次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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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睡覺了 我想想今晚去哪裏吃飯 甚至見不 今天在他自己的節目上也說 他說 今天我們說了一小時 釋法這麽大件事 還是釋法對你來說 完全沒有意義 還是想想今晚去哪裏吃飯 香港人微慢著這種情緒 這種情緒令到我們這些 仲限老人家 就很擔心 並且很灰心 不斷斷廣告 變得政治 為何要這樣呢 因為年輕人的將來 他們自己走進去 為何要這樣說呢 其實政治和生活是物不合分的 我經常提醒大家 尤其是年輕人 為何要明白年輕人是什麽一回事 當時佔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小朋友那麽激動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2047的問題 是他們要面對我們 我們不用 我們白天歸老 我肯定釘鬼了過去 除了一百歲不死都是新聞廳 但面對著2047 真是50年終結那一下 就是很簡單的數 上街睡街那班 你如果是九七出生的 去到佔中的時候 你剛才十多歲 你去到2047 就是你五十歲 五六十歲 就是我們現在坐這位 他有什麽辦法不發瘋 他一定會發瘋 因為他要面對將來的衝擊 是他要承擔的 不是我們的老餅 是他們自己 其實2047這個問題 我五年前已經提出 為何要講這個問題呢 其實慢慢地 一路轉權移交了十幾年 之後的 發覺原來是不當當 是一個騙局 原來擺明是動你 擺明是找你便宜 明動你的 就是韓國地方明動 那這班小孩怎麼搞 最大的漏洞是 談前途問題的時候 第一次前途問題 八十年後 我們都年輕 我們都年輕 或者再上兩代 就決定了 跨著香港的命運 現在我們猛然醒覺 發覺這個基本法是穩定的 不是不行 而是為何沒有續約 最絕的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一本基本法沒有續約 這是最大的洞 這是最大的洞 名動的大洞 只可以是一些很沒有創意的編劇 才寫得出來的爛劇 其實tricky的問題是 其實他騙了香港人 當時我記得 我記性好 不好意思 當時我們經常記住 當時我們健在 記住無謂的事 當時社會輿論 剛剛派武基本法 八十年代末 或者六世之前甚至 當時社會的說法 社會的說法 來自中共的說法 五十年不變 之後國家慢慢發展 發展到一個位置 香港和國家是平衡 接軌 不用變 根本就沒有必要 再說 續約問題 根本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根據鄧小平的想法 是不會出現的 而當時社會的言達 又看到中國改革開放 又搞到好像有升有升 給你五十年改革 你一定追上香港 是科幻的 大家回到1985年 我第一次搭足深圳 很多幻想 你看到 爛地 泥沙 那些什麼建國路 還是什麼 泥沙 地盤 很噁心 過關都還有 駕駛AK的武警 還有燒鵝 一隻隻的吊在那裡 這是什麼地方 但是 五年 190年上深圳 哇 五年時間 你這樣 什麼事 你又覺得 那時候 這個國家 是可以 真是很瘋狂 有可能說很幻想 對 幻想空間很大 很瘋狂 沒錯 六四事件 隨著的改革開放 也是很恐怖的 這次人均 但是問題就是 它是太多了 原來發覺 是跟普世價值 以及全球的價值 是背道而馳 但是我們 變成 一定是不能夠 你現在看 現在剩下33年 32年 你沒有可能 接軌 基本 所以你不要騙自己 大家不要騙自己 這個大問題 無論年紀大也好 年輕人也好 你問操員 他沒有可能覺得 可以接軌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肯定前路要自己走 大家的方向 根本上現在是南沿北撤 相反的 相反 那你怎樣 要不就一個征服一個 現在很明顯 就擺明 中共去征服我們 鐵堤 鐵堤 去踐踏我們 問題來了 他踐踏 那你怎樣反抗 還是不能反抗 現在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所以這個話題雖然說創意 但最後都是寄予年輕人 將來的世界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不快高長大 真的把你的創意 轉化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我們幫不到 不是說我們想射博 我們不在 所以我也記得 這個世界 是沒有懷財不育的 這句話是詹叔說的 詹叔說 詹叔說我天字體好偶像 我懷疑我學他 我十幾歲被他影響到現在 所以我作曲前詞 所以 詹叔名句 詹叔名句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懷財不育 是看你努不努力 而你努力多少 你會得回來 是一定會回來的 今晚時間所限 多謝東哥 我也分享了這麼多心底說話 很重要 連青人聽著 將來的世界是你自己走出來的 真的 對自己無悔 最重要 拜拜